2019年4月18日14.50分文 记者苏明翰 图片来源 海带纽约车展上 海 带正式发表旗下最新入门小修旅维纳 定位在柯纳之下 导入目前品牌最新的家族化设 既风格 同时原厂也强调 这是一款拥有极高实用性以及 个性化的产品 将在今年抵御美国上市 至于台湾市场方 面 目前尚未有相关规划 海带在纽约车 展上正式发表全新入门小修旅维纳 全新的海带维纳 车身尺码比起柯纳 还要小一些 外形上则是拥有许多源自柯纳的 设计元素 包括分离式头灯设计 锐利狭长的方向灯组 独特的环绕是日行灯 同时配上家族化的大面积六角形水 相护照 整体看起来相当年轻动感 车尾造型相当具有 辨识度 尤其是方形尾灯组的设计很吸睛 车尾部分则 与科纳有明显不同 富有层次感的尾门线条 搭 配上方形的车尾灯组 营造出相当简洁有力的背影 同时 富应车头造型 同样也是采分离式设计 并且采用双色色 并 营造出悬浮式车顶的感觉 也带来更个性化的元素 内装部分 拥有8寸触控萤幕以及新世代三幅试多 功能方向盘 内装部分 中控台配置8寸的触控萤 目 并将出风口设计在萤幕两侧 并搭配上新世代的三幅 试多功能方向盘 由于是品牌最入门SUV车款 正 体车式质感并未如科纳那么高级 仪表板也是较 为传统的样式 所以使用织布材质 虽然是入门休旅 但在安全配备方面也毫不逊色 搭载FCA前方碰撞 预防LKA车道维持辅助 DAW驾驶注意力警示 CW盲点侦测及RCCW后方交通警示等主动 安全科技 已经符合主流安全配备的水准 甚至超过部分 日系车厂的配置 动力采用1.6升缸内直喷引擎 能输出121匹最大马力 动力配置方面 采用 1.6升缸内直喷引擎 可以输出121匹最大 马力与15.6公斤米最大扭力 能选择搭配6 速手排获最新的英特利根特瓦里亚 布尔特兰斯米深5段变速系统 台湾市场方面 由于已经规划在78日导入科 纳尔WD车型 透过更加亲民的价格作为入门集聚 因此海戴维纳目前上午导入国 内的计划 成为粉丝 看更多汽车情报 大于自由时报 汽车频道粉丝团看更多莱克斯 宾市 宾 MW新车都来自哪里 卢克根URSD3 继台湾亮相 尼桑将推一款国产新车 大量 主动安全科技的隐忧 维修费用暴涨多少 还想看更多新 文妈 欢迎下载自由时报APP 现在看新闻还能抽奖 共9万个中奖机会等着你 iOS载点https bit.ly-lpn 下话线appstoren 罗德载点https 双斜-bit.ly-lpn 下话线谷歌莱普莱活动办法 https-draw.ltn.com.tw-slot 下话线v8-来斯布洛克阿兹 会